台皮今天交手富邦 开赛焦点全集中在新欢 Brian Davis身上 昨天抵台的他 本场随即先发上场 但也许受时差影响 拼劲十足 但手感明显还没回来 反倒是富邦的红智扇 三分球开张后 团队攻势点点开花 奔途洋将蔡文成 外卫晃了一下 切入禁区后 高打板两分拿下 拉吹波十三比零的攻势 富邦一度取得两位数领先 不过张雨林这时候跳出来 直屑来到底线 catch a shoe 单截三克三分球带队反扑 手接大弯 战成二十比二十平手 台皮延续气势 新秀黄聪汉也挺身应援 帅气三分开场还不够看 再来一个快攻上篮连拿七分 排名第一的富邦 怎么可能乖乖挨打 与女婆六比零攻势 环翼颜色 小胖四十五度角 三分出手 进成功反超对手 只可惜富邦没能开心的太久 独秒阶段 周博勋把握机会 篮下两分无稳拿到 半场打完 台皮取得两分领先 双方攻势 你一拳 我一拳互不相让 本场复出的喷射机张宗宪 第三节开始有所发挥 与林书伟合作无间 先是接到球后 抛头得手 拿下SBO 生涯第一个Fill Go 豪帝切入后 又找到他两分入带 全场五投三中 拿下九分带队反超 在王浩级关键时刻 送上三分炮火 台皮硬是保住一分领先 但这并没有交习不帮的强势反扑 决胜杰 洪志善决定加倍奉还 单杰标进三颗三分球 激起直追 苦求胜利的台皮 不放弃任何机会 朱一宗加动作回防 一个回马枪 抄走球后上篮得分 双方一球之差 战况激烈 连球场地板都紧张地 脱了层皮 工作人员只能用胶带应急 高张力的对抗 台皮紧咬不放 但最后一分钟 平平放枪 让他们距离赢球越来越远 反观富邦 靠着积极保护篮板 保住优势 搭配李恩 在独庙阶段纵横禁区 中场富邦 就送78比71 击退台皮 拿下五连胜 外区新闻综合报道